城区还有中科的七星农场 几块停车场我们都在找 未来这个车子就在拦截在外面 要进来的话你就搭我们的转运公车进来 交通局副局长站在台前 向商亲们细细解说 关于后里火车站周边的交通问题 还有连结大甲到后里的环状铁路山手线等 针对2018花博会的交通 做了初步规划的简报 台中市政府为了保护十虎七席地 将花博原本在后里的81公顷农地 改为后里外埔与丰园共81公顷三个场地 而目前也完成初步规划 因此地方也邀请台中市副市长 农业局建设局等当会 下乡举办商亲说明会 希望听取地方心声取得居民共识 我们现在就是计划 当年来不证 要来后面 我们参谋山坡保护群 我们参谋山坡保护群 我们要听这边 这就是我们也要的嘛 你说这条都知道 你买到这里本身就是叫山坡保护群 你也不能开玩 人家一人带到你 你跟着我扭下来 说看你 你没看什么 那不漂亮 我感觉我这样很重要 最后的楼就是楼 因为楼如果开了 事情就很好办 但是 你说楼开了 地区很丸 所以大家买不去 后里观光协会提到 对2018的花博也提出五大诉求 除了希望在后里投资100亿元的预算不能少 场地也能保留会场跟摊位之外 更期望花博营运能够结合在地的套装行程 共同将后里地区打造成台湾的新亮点 就是王胜炫 台中才访问到